金碧輝煌的宮殿還有騎乘大象新奇體驗 泰國不只是避寒勝地 如今還吸引資金來避難 資金避險轉向日元跟泰銖 讓泰銖會價創下11年新高 比台幣還要強 現在大約要1.0917元台幣 才能兌換1泰銖 以換3萬台幣來算 跟2017年低點相比 直接少住一碗五星級飯店 當會率穩定下來的時候 他會還是尋找一個 有好的報酬表現的資本市場 照樣笑著頒獎 主委仍舊信心滿滿 不過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直言 泰銖創新高是史上罕見 也凸顯這一波南向熱錢轉向泰國 加上泰國政府用力招商 泰國將進入新時代 我們下半年的經濟景氣 在台商回台投資 還有對美出口的增加的情況下 應該還是維持相當穩定的情況 出席桌球公益活動笑得燦爛 但這些信心喊話 碰到川普還有用嗎 美國專家直言 川普的推文正在侵蝕市場信心 年底前美股恐怕再跌20% 野村證券的分析還更悲觀 斷言美股近期恐重現 2008年雷曼市崩跌 要是市場情緒未見改善 恐怕還有怪獸及拋售潮 而且時間就在8月底這個禮拜 你去看過去我們在雅谷的表現上面 還是相對來講是抗跌的 川普的幾則推特 竟然有摧毀經濟的核爆及威力 恐怕是股市老手也始料未及 東森財經新聞 六至張博祥 台北採訪報導 好 好 想要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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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